几位从香港来的年轻出版人 特意到台北的一家书店里 拜访卢文家 教谈中免不了提及两二三地的政治 比如前不久香港的占中运动 罗文家1966年出生在桃园乡村 1980年代他在台湾大学念书期间 就积极投身政治活动 担任过台大学生会的第一任会长 后来我退伍之后就进入到立法院 担任助理工作 那所以参与了1994年 那陈水扁先生第一次参选台北市长 那是我负责他所有选举的策划 陈水扁当选后 罗文家出任台北市政府发言人 当时他只有28岁 成为全台湾最年轻的政务官 一度被称作政治金童 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后 罗文家先后担任过立法委员和客家委员会主委等 后来他还参选过其他公职 但没有成功 2012年起 罗文家远离政治 转而投身文化事业并办起了水牛书店 第一家位于桃园乡村 2013年起他在台北市区开办了第二家 那这个社区应该是个老社区 所以他有各种不同时代的移民 他有来自于1949年之后的外省级移民 他有很多的客家人 他有很多的闽南人 大家聚集在一起 所以他有点像一个台湾的小缩影 历史地理政治等体现着 罗文家背景的社会科学著作 占据着大部分书架 另外还有饮食 家庭和儿童教育类的图书 除了选书的眼光外 对独立书店来说 同样重要的或许还是空间氛围的营造 咖啡点心少不了 我们不管卖书也好 或是我们的咖啡也好 那对顾客来讲 我希望给他有更好的品质的选择 书店还为各种文化活动免费提供场地 台湾民间艺人叶文生 可以来这里传授台语的念歌译迹 我女儿推荐 她跟我讲说 这个书店在推广台湾文化 所以很有台湾的味道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承办的小姐跟我讲说 这边主要是客家化 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退缩一点 但是后来我觉得她态度很好 都很支持这种文化的东西 当心的台湾人尤其需要一个地方讨论公共话题 比如反对建设核电站 在全台湾的 不管哪一家咖啡店或书店 大家可以看到反核的旗帜 我觉得反映了台湾现在主流的民意里头 大家对土地以及核电安全问题的关心 在卢文家看来 自己目前从事的是社会企业 Social Enterprise 即通过市场机制 而不是捐赠来从事公益事业 作为农家的孩子 她对台湾农业的状况格外关注 台湾地方少 小 那如果你台湾的农业发展 永远是用价格来作为最高的标准 你永远无法竞争过 那些进口的廉价食品 那要维持台湾这块土地的生产者农民 他们的生活机会的话 其实台湾就要发展属于自己的精致的健康的有机农业 卢文家将文化与农业结合了起来 他自己在家乡种水稻 同时采购周边农户的果蔬 然后运到水牛书店内的小型集市销售 他种来不是为了卖 是自己吃 然后多的拿来分享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农家 他们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行列里头 所以基本上不用药 然后长得可能不是很好看 但是至少它是非常健康 然后非常新鲜的 像这个是从南投埔里来的这个山药 是紫色的山药 这鸭蛋是完全有机的鸭蛋 所以这个鸭子 它是不打针不吃药的鸭子 然后甚至有他们自己种的芭蕉 我们这里特别提供台湾南部农民 他自己种的本土的非基因改造房多 这个量都不多 地瓜 菠菜 胡萝卜与羊枪 捡奥斯丁 三岛有几夫比零售卖的场所 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恐怕都不多见 水牛书店的营业利润 主要用来资助农村孩子的教育 我自己虽然离开政治圈 可是我觉得我在我自己能力范围内 用社会企业的模式来落实自己 从年轻时代关心的一些基本理念 我觉得影响虽然不大 可是它很真实 那当我看到有40个孩子 因为我们的努力 他有机会可以学到英文 学到打击乐 那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之外 还能够去贡献燃烧自己的部分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大家